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 11月14日 凭借长相思大伙的谭剑刺 被拍到与一女生外出聚餐的亲密画面 疑似恋情曝光 这条报道迅速引发不少网友热议 报道称 当晚谭剑刺与张萌的老公深夜聚餐 谭剑刺带着一女生一同小聚 聚餐结束后 谭剑刺搂着该女生的肩膀 两人边走边聊甚是亲密 一看两人就关系匪浅 从曝光的画面看 谭剑刺搂着该女生的动作非常自然 可见双方关系十分熟络 女方边走边看手机 状态十分松弛 从镜头中看 该女子留着披肩长发 身形比较圆润 不属于身材鲜瘦的那类女生 再加上衣着比较休闲宽松 看上去比谭剑刺还要魁梧不少 不过能看出该女子皮肤比较白皙 看上去与谭剑刺年龄相当 从动图中可以看到 是谭剑刺主动把女生拉到身边 然后做出了搂抱的动作 对方对于谭剑刺的动作也毫不扭念 可以看出彼此之间对对方的亲密举动 已经是司空见惯 随后两人一同在路边等车 在此过程中不忘于快畅聊 期间女方还直接挽着谭剑刺的胳膊 可以看出在该女子面前 谭剑刺表现得轻松自然 在行走的过程中 该女生还给谭剑刺整理头发 动作也是相当亲密 最后谭剑刺乘车抵达下榻的酒店 在保镖的搀扶下回去休息 而该女生紧随其后一同走进酒店 据悉 谭剑刺此前还曾与该女子一同回家 两人一直以来都来往密切 这才引发网友对两人关系的猜测 不过也有网友澄清此次被拍到的女子 实则谭剑刺的助理朱女士 毕竟客观来看 这位女子形象与气质并不出挑 但谭剑刺和助理如此亲密 又搂又抱还挽着胳膊 怎么都觉得关系不一般 甚至有网友胡乱猜测 有网友表示 即便女方当真是谭剑刺的助理 也并不能完全撇清两人的关系 毕竟娱乐圈中 明星与助理走到一起的范例不胜美举 例如此前官宣结婚生女的胡哥 与其助理 女方同样是长相平平 最后却如愿与胡哥走到了一起 今年9月份 网上曾爆出谭剑刺与毛小童 疑似恋爱的消息 原因是有网友发现 两人曾出现很多同款 早先谭剑刺与毛小童 曾在综艺中有过默契合作 就年龄与外形来看 两人的确有几分登对 不过对于恋爱传闻 双方团队很快就此进行辟谣 此外 谭剑刺还曾传出已经隐婚的消息 事后其团队同样发声予以澄清 不得不感慨人红是非多 谭剑刺因为长相思爆红之后 围绕在他身上的话题 也肉眼可见的增多了不少 据悉 90年出生的谭剑刺 今年已经33岁 按说恋爱结婚也不足为奇 况且最初以偶像组合成员的他 如今已经成功转型 在专业演员的道路上成绩可观 几乎已经完全撕掉了身上所属的爱豆标签 不过从事业发展来看 当下也是谭剑刺 十分关键的事业上升期 从谭剑刺的表现来看 他对自己的未来演绎事业也是志在必得 相信日后仍会有所作为 目前对于此次的恋情绯闻 谭剑刺方还未做出任何回应 也希望大家能理性吃瓜 明辨是非 给予明星最起码的尊重与理解 很多人如果没看过谭剑刺演的戏 观看他的长相 往往会以为他是个 只有外貌没有演技的小鲜肉 五官秀气 美眼精致 男团出身 唱跳剧家这些标签加起来 怎么看都像是因为人气高 所以去跨界演戏的爱豆 但实际上 谭剑刺在90后小声中 是难得的升台行表 都相当不错的演技派 2018年 谭剑刺参加《我就是演员》 当演完北京爱情故事后 评委导师徐征大赞 我终于看到了一个 演戏演得这么好的小鲜肉 这才是偶像 很多评委导师在没看过谭剑刺演技的时候 都以为他是个表演声色的小鲜肉 但是看完了他的表演 都十分动容 没想到他的爆发力这么强 让人十分有代入感 但其实早在这个节目之前 谭剑刺就已经演了好几年戏了 谭剑刺在《军事联盟》中饰演的司马昭 可以称得上是金燕 在一众老戏谷中 他的演技毫不突兀 司马昭也心勃勃 城府极深 算不得正面人物 但是谭剑刺能够将人物吃透 让这个人物瞬间变得饱满丰富 有了军事联盟的精彩表现 三国机密之前龙在渊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剧中 他饰演的曹拼戏份更多了些 发挥空间也更大 虽然当年这部剧收视不佳 但是他这个角色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与此同时 他的台词功底也让很多观众大吃一惊 没想到飞客般出身的他 台词清晰有力 一扬顿挫 与其说他有天赋 倒不如说他肯下功夫 原来你还在这里的高远 带着爸爸去留学的陈凯文 观众或多或少都看过他演的戏 但却不知道这个演员的名字 直到我就是演员这个节目 谭剑次才终于有了姓名 他并不存在一夜暴红 从2012年到2022年十年的时间 他养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配角 爱的黎米男二观震雷 立歌行男二周王 今夕何夕男二旁语 宠爱单元故事男主罗华 并编不是海棠红男配陈润香 其中我最喜欢并编不是海棠红 陈润香这个角色 没有商戏蕊 男友陈润香 作为黎原赫赫有名的两大名云之一 陈润香既要有实力 和男主商戏蕊平分秋色 又要有自己的特点 陈润香的人物胡光 超过了之前的所有角色 这个角色悲情又知情 可笑又可叹 起初他和商戏蕊也有情怀 左用右抱 风流快活地开解商戏蕊 让他别作戏吃 要多爱几样 否则到最后爱的那一样没了 就活不下去了 但最后 从小没有得到关爱的他 自以为找到了心爱之人长相厮守 却换来今生无缘 各自安好的分手性 一蹶不振 颓废度日 最终 他穿着戏服 假戏真做 在台上自吻羡慕 陈润香这个角色 带着十足的悲剧色彩 谭剑刺的眼神把握得相当到位 在剧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2年的《猎罪图鉴》成功让谭剑刺爆火 让他躋身当红小生之猎 虽然这部小成本剧 在开播前无人在意 但是凭借着优秀的剧本和演员的演技 成功成为当年的一匹黑马 谭剑刺饰演的沈亿 是一名刑警队画像师 因写生时 被坏人利用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画出了卧底警察的容貌 导致卧底警察被杀害 内心充满愧疚 所以进入警队成为画像师 查找真相 从爱赎罪 从一开始的孤傲狂妄 随心所欲 不食人间烟火 到后来帮助他人 拥抱世界 沈亿的蜕变让观众动容 劣罪图鉴的爆火 让他始料未及 但也水到渠成 是金子总会发光 努力的人不会被辜负 今年播出的《长相思》 很多观众都被谭剑刺饰演的向柳吸引 虽然向柳这个角色 在小说中有些脸谱化 外冷内热 毒蛇傲娇 但是谭剑刺的演技细腻 眼神有戏 总能将一些细节表演得恰到好处 他和女主的对手戏 往往都是于无声中听惊雷 无声胜有声 十分有张力 谭剑刺 一个总因为颜值 而被忽略演技的实力派 相信他未来会走得更远 你喜欢谭剑刺吗 你觉得他怎么样呢 有关于你 你喜欢仇胜有声 要做到嘴里送付福 如果不合情 你会跟他说 你爽杜有声 我给你我